本月27日,曾打捞住杀害空姐的滴滴,顺风车,司机刘某华遗体,的郑州红十次水扇义务救援队,正式向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的焦灭尸体诉书,要求滴滴公司按照悬赏公告内容兑现摆办奖励。 北京青年报记者30日上午,从救援队代理律师处了解到,法院已发出受理案件通知书,正式受理该案。 今年5月5日晚,山东空姐李某珠,在郑州达成滴滴顺风车时被司机杀害。 5月10日,滴滴发出悬赏公告,表示对提司机刘某华线索的热心人,滴滴将是线索重要程度,给予最高100万人民币的奖励。 5月12日凌晨4时30分时,郑州红十字水上义务救援队,在郑州西三环附近一合起,自发现并打牢出游孟华一体。 此后,救援队曾与滴滴方沟通,要求其兑现摆办奖励。 但一直未过,此决定向法院起诉,文卫清报记者复摇。 3月2日击离